第一百八十三集 沈奸戏 元言走后 文帝回房更衣 陈氏一边为文帝换衣服 一边说 圣上累了一夜 尚未进食 吃点东西再去忙事吧 吃事小事来不及了 努必熬了点冰糖莲子羹 还是温的 尝两口吧 陈氏立即命宫女 将羹端了过来 文帝换好衣裳 陈氏先尝了一口 不凉也不烫 正好入口 文帝则就着陈氏用过的池 三下五去二的 即把一杯莲子羹 吃了个精光 还连您说 好吃好吃 接着 文帝在一众太监 和侍卫的引领之下 赶到了仁寿宫的鸡鸭室 这时 杨素和元言 已经先抵达 并在鸡鸭室的周遭 做了戒严布置 平日 打理鸡鸭室的几名小吏和士族 先是看到范公公被关进来 就感到惊奇 此时又突然见到宰相和皇上 相继驾连 更感到吃惊 这时候连同杨素等一干人 通通跪地 并且连大气都不敢出来 都起来吧 文帝带众人陆续起身之后 急在堂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此时皇上第一次光临此事 所以仙朝周遭扫了一眼 大家起身之后 杨素急对鸡鸭室的一名立员说 此处只留一名露丝 与一名掌要使开闭进门的人 其余人等皆请赞毙 堂中人散去之后 杨素走到文帝跟前 征寻道 可否先从太子派来的侍卫开门 请圣上示下 一切由清主持 真知旁听 文帝说着起身 要把自己做的正位 让给杨素坐 文帝在 杨素岂敢在正位就坐 没事没事 清是主审官嘛 文帝吩咐杨素坐下 自己则坐到 墙角的一把椅子中了 仁寿宫的鸡鸭室 是对宫内违规属原 责罚之处所 内设几间禁闭室 外间这间堂屋 即兼座审讯适用 杨素就坐之后 精明管理禁闭式钥匙的立员 与原言将太子身边的侍卫带来 那侍卫没上镣铐等刑具 一进堂屋 还仗着自己是太子身边的人 故作目空一切 大大咧咧撞 昂然站立着 回下 杨素一拍醒目 打了他一个下马威 侍卫这才注意到 堂上坐着的竟然是 上书又仆叶 太子身边的人 哪有不识杨素的 于是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鲁氏何人 小的是 东宫太子之侍卫 此就怪了 东宫侍卫跑仁寿宫来干什么 此一来一往 两地相聚数百里呢 太子命小的 押送奏折而来 哼 此越说越走漫了 杨素怒道 太子代管朝中政务仪有多年 难道不懂 押送奏折有朝廷 机要人员和专用侍卫吗 这次中 有太子单令 写给皇上之密件 才专此派小的来的 那太子给朕之密件呢 在哪儿啊 文帝终于忍无可忍地插话道 如拿来给朕瞧瞧 太子侍卫文言 猛地抬头 傻眼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会当着皇上的面 扯出如此迷天大谎来 他心是如僵尸一般 木然不动 继而浑身站立 磕头如鸡灼米似的说 小的有罪 小的罪干万死 小的是太子 暗中派来探望皇上皇后 是怎么议论和平说太子的 太子不做亏心事 他要知晓这些事干什么呀 这一回可轮到文帝不安了 他没有料到 太子竟如此有心 他太子只要小的钱来探问 没说问了要做什么呀 文帝亦不再过多地盘问 姬朝杨肃使了个眼色 杨肃接过话头 他说 那么范公公在花铺中 对如说了些什么话呀 他说 人寿宫最近出了两件事 一件事 圣上连姓了一名叫玉池女的宫女 皇后知道后 生气地叫人将那宫女活活打死了 此事惹怒了皇上 为此 圣上生气地夜里出走人寿宫 这么一来就发生了第二件事 皇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从大兴宫招来了贫欲臣氏 亲手教他如何给圣上穿衣裳 如何照料圣上之起居 那个臣氏十分聪明 乖巧 不管啥事一学集会 我皇后又教他如何讨得圣上之欢心 够了 文帝一拍茶几 十分的恼怒 这屋子里虽然只有杨肃 袁延和一名露丝 但范公公的言语 却已使文帝尽湿颜面 分外难堪 若再有他继续地信口辞皇 那还了得 杨肃会议立即拨准话提到 太子派入来此 是何居心 太子独守京师 没有官员向他禀报正事 太子心里发慌 他慌什么呀 今年皇上皇后扫草地就动身去了仁寿宫 太子觉得此事就不甚寻常 尤其是此次还将左右蒲叶都带去了 则更不寻常 表面上仍叫他坐诊经师 主管日常政务 而石泽留守官员一个没听他的 他们皆直接与仁寿宫联络 甚至连周宇县 亦皆是如此 而太子石泽已经无事可管 他觉得心中没数 才不断派人来仁寿宫 打探皇上和皇后的口风 如刀仁寿宫来过几次 两次 如只来过两次 是 那个侍卫解释说 太子派到仁寿宫来的人 不止咱一个 小的确实只来了两次 东宫与大兴宫本来就共一个大院落 两宫之人相互都是认识的 而且这人寿宫中不少人 也都是从两宫中抽调来的 进出只要打个招呼 说是太子派来的 也能畅行无阻 如还令找过谁 小的两次 都是找的范公公 其他人都找了谁 咱不知道 反正鱼有鱼路 虾有虾路 而且都是用银子来开路的 太子对钱倒是不吝啬 杨肃问到此处 看了一眼文帝 文帝摆了下手 杨肃急道 将他带下去 东宫侍卫跪的时间有点长了 气身有点不利索 袁延就如同老鹰抓小筋 伸手一提后腰 将他拉起来 押出门去 东宫侍卫被重新收监之后 鸡押室掌管钥匙的立员 接着打开了另一个禁闭室 被关的范公公 一剑站在门口等着他的 是来势汹汹的袁延 便又吵又闹 赖在禁闭室中不肯出门 袁延欲拉 他更是嚷嚷地倒 咱知道你是公报私仇 你想借故杀咱是吧 咱可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 冤死在乳的手里 咱要面见皇后 皇后娘娘说咱该当死罪 范某万死不辞 身为皇门侍郎的元言 是皇上身边的人 范公公则是皇后最为信任的宦官 一直以来两个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元言最不待见的 就是他一副姨娘的笑脸 而范公公总觉得元言苟障人士 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所以啊 当面斗不过元言的范公公 尝试阴招 偷偷地在皇后面前 告元言的刁状 督姑皇后也不喜欢元言 只要听到疯 就会对元言大加训斥 总之 这两个人只要有机会 就会彼此横挑鼻子竖挑眼 谁也看不管谁 谁都不让着谁 此时范公公想 自己不小心落入了元言的手里 他还不趁机把自己往死里整啊 所以 不管元言如何向他解说 这范公公死活就是不肯出门 并要求面见皇后 被弄得实在没辙的元言 只好一不做二不休 一把将他拽住 硬拖出门 范公公则是更加惊恐 一边挣扎 一边大呼救命 元言则不与之争辩 一直将他拖至堂前 方放了手 范公公躺在地上 仍在大呼救命 谁要辱之命了 一句熟悉的口音 猛地灌入范公公的耳中 他立马停止了哭闹 睁眼就见杨素坐在自己面前 他当然清楚杨仆叶与皇后的关系不错 于是如见救星一般 声泪俱吓地哭诉说 杨仆叶呀 宁可要为奴才做主 奴才对皇后一片忠心 日月可见 杨素则就汤下面 安慰范公道 哭什么呀 叫辱来是有几句话 要向辱对证对证 您说 东宫那侍卫 是来仁寿公做什么的 他说是奉太子之命 押送什么蜜剑来的 如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太子身边的人 咱是皇后身边的人 常来常往 谁不认识谁呢 他来仁寿公送蜜剑 怎么会碰到你 范公公的 瞧 瞧玉 范公公归在地上 竟自眉飞色舞起来 咱奉皇后之命 去早园向皇上传话回来 在途中正好碰上了 太子侍卫 如对他说了些什么话呀 咱与他有些时没见面了 就随便说了几句闲话 是说闲话吗 杨素一声冷笑 他说 说的若是一般的闲话 人家会把银子 往乳的怀中塞 范公公用惊奇的目光 盯住杨素 双手则紧紧地护住怀 他本以为杨蒲叶与皇后的关系 非同一般 皇后没请杨蒲叶去宫中议室 亦多是让自己去传话 便以为和杨蒲叶 非常的熟络 所以蒲叶问话 必会向着自己 可没料到 他一开口就往自己要害穴位上戳 他于是又痛哭流涕 大非所问 要求面见皇后 我别这样 从事招来 逼急了 这范公公竟然不买蒲叶的账 以功为首 他说 咱没啥好说的 要说呀 也要带皇后来后 咱再说 也真是啊 堂堂蒲叶大人 今日审礼的皆是 捡不上筷子的两只虾 可因为他们一个是 皇后身边的宦官 另一个是太子身边的侍卫 就仗着这么点事 竟然让阻止多谋的蒲叶 相继碰了两次软钉子 不过啊 皇上今日为座主审官的位置 简直就是出奇制胜 混账 文帝怒从心起 大声地道 袁延 臣下在 袁延应声而出 请把这无赖拖出去宰了 给朕消消气 范公公文声 此才注意到坐在墙角的皇上 顿感乌雷轰顶 不等袁延前来执行皇上的命令 他才连滚带爬 迅急地挪着文帝的脚前 磕头的 奴才有眼无珠 空情 皇上息怒 奴才讲 奴才讲 再说呀 独孤皇后派范公公去早园 告知皇上 今日可以不必赶来与大臣们议政 可是一等再等 却不见范公公返回 皇后急着想知道皇上是否起床 是否用过早膳 新婚 孙雅儿的夫妻俩相处得是否和谐 他实在是等得不耐烦了 又派了两名贴身宫女去早园询问范公公 那宫女过了一会儿 回来报说 范公公到早园报知信息 已走了好几个时辰 而且皇上不仅起身用膳 已被急匆匆赶来的原言叫走了 独孤皇后一听 顿感六声无阻乱了方寸 他想 范公公是个慈巴屁股 说不定会坐到什么地方 与人神寒起来 就忘乎所以了 可是皇上却又因为什么 竟丢下了新娘 急着出门去了呢 恰在此时 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进来报说 禀 禀告 皇后 奴才 那太监啊 因为跑得太着急了 上气不接下气 又因为拱腰跪地 气息更是不匀 一下静置梗塞地 说不出话来了 恕别慌 起来慢慢讲 皇后看着太监 惊慌失措状 自己劝为奴才的声音 也颤抖了起来 太监从地上爬了起来 喘了几口粗气 他才说 奴才刚听外面侍卫说 咱宫里的范公公 与外头来的一名侍卫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被抓入积压室 关了禁闭 啊 谁敢抓咱的人 这胆子也忒大了 连招呼都不打 听说是 是 与元皇门领人去抓的 大胆 独孤皇后 气不打一处来 坐上了凤年 亲率大宝殿中 一干人等 直奔积压室 当众人赶至 积压室进前的时候 就感觉气氛不对了 往日冷冷清清 无人问津的积压室 竟戒严了 不较劲 可在气头上的皇后 她迈不出了凤年 不分青红皂白 一挥手 众人一拥而上 既朝积压室冲了过去 而当大家看见 皇上和蒲叶 皆赫然坐立于 唐间的时候 一下子都吓得 目瞪口呆 就地跪了下来 尾随其后的皇后 见前面的人 纷纷扑到余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走了两步 跨过门槛 见到皇上 也觉得突然 她犹豫了一下 一与众人一般 跪下了双膝 积压室这边 对范公公的审理 刚告一段落 呼得拥入一大帮的人来 令文帝分外地恼火 她正欲发作时 却见皇后 气羞羞地装了进来 也是大感意外 皇后跪下之后 文帝连忙起身 将独孤皇后扶了起来 并惊问道 哎呀 惊何以至此 圣上问奴婢 奴婢 亦正要这么问圣上呢 独孤皇后心中还压着火 只是当着皇上的面 美好发作 文帝皇顾左右 将跪着一屋子的人 不好多做解释 于是她说 大家都起来吧 都到外面候着吧 众人如蒙大赦 纷纷退出之后 独孤皇后即问道 奴婢 是闻范公公被关于此 方赶过来的 范公公的人呢 奴才在此 这时候啊 范公公一如一滩烂泥 为身余地 当下竟意外地 判来了针旧星 于是她迅急地 爬着主子的脚前 凄厉地道 皇后 救命啊 独孤皇后看了皇上一眼 文帝则坦然地道 因事出突然 没有来得及知慧清 朕知道 轻力来不甘正事 但范公公是辱之奴才 先将其交与皇后 按后宫的规矩来处置她吧 朕与杨仆叶等 皆所回避 文帝说完 急于杨素抽身而走 袁延尾随在后 她前脚刚刚跨过门槛 文帝见屋内 只剩下了皇后 一人对付范公公 为了防不测 就向袁延使了个眼色 让她留在了屋子里 但是 独孤皇后却不领此情 她板着脸 横眉怒向袁延道 皇上和仆叶皆回避了 辱还戳在这儿干什么呢 袁延被弄得灰头土脸 只好叩首出门去 朕丹延尾随